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闭谷期间可以正常上班 但要避免重体力劳动和高空作业 第四 闭谷期间可进行适当的锻炼 强度不宜太大 比如可以散步 慢跑 新闻闭谷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就是玩一个不吃饭的游戏嘛 不用紧张 成功了 鼓来好 失败了也没啥 下次再来嘛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